此前的每次作案,丁文轩都遮掩了自己的真面目,才能屡屡从海埔围堵中逃脱出来 唯独这一次,以为胜券在握,他没有丝毫掩饰,才导致险些暴露 丁文轩有信心能躲过先都不下的天罗帝王,却没信心能避开乐之真人那些神鬼莫测的术法 丁文轩仓皇逃回了镇上,却不想污漏偏逢连夜雨 他的另一伙仇家却在此时追上门来 为了顺利脱身,丁文轩不得不祸水东吟,引着那些人追逐湘鹤趁戏躲了起来 这也是后来,即便屡屡收到湘鹤相请,丁文轩也不敢露面的原因 本就是惊弓之鸟的丁文轩打定了竹意引在暗处,等风声过后再出来 可就这么十余日的功夫,丁文轩竟听到湘鹤竟被人熟了身 即将离开丽华院的消息,顿时惊怒交加 丽华院老宝红妈妈是出了名的建立妄议 可丁文轩也没想到这老女人对她也敢扬奉阴违 收了她的好处,转头就又把湘鹤高价卖给了别人 丁文轩很清楚,湘鹤一旦脱离了丽华院,也就脱离她的控制 她暴露的机会就更大了 惊怒之下,丁文轩再顾不得其他,只得乔庄打扮来了丽华院 她要亲自问问老宝为何出而反而 她也想亲自会会那个给湘鹤熟身的人 看她是不是吃了雄心抱胆,连她的人都感动 当然,丁文轩也想好了 等问清楚越,就把湘鹤和那个狗贼,连同该死的老宝一并剁了 哼,湘鹤有什么本事,丁文轩很清楚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湘鹤竟然敢跟她那新男人勾搭起来 用要对付她 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怡陵道场又如何,先都围捕又如何 杀了这丽华院的老宝和湘鹤,还有那个该死的男人 一把火把丽华院烧个干净,自然无人能知道是她干的 丁文轩一不做二不休 点了洪柳的雅穴,把所有加了料的茶水都灌进了她的嘴里 再一掌废了她,却又不杀了她,而是把她踹向了高台 丁文轩就是要让湘鹤看看,背叛她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下场 杀她之前,她也要她知道什么是怕 她先杀了这些又是湘鹤背叛她的人,再杀了她也不迟 却不想事情的进展完全出乎丁文轩的预料 计划被迫,对方竟直接破门而入 双方刚一接触,就开始激烈地撕打 丁文轩一开始就毫无保留地使出了权力 可即便如此,她也不过是跟对方打了个旗鼓相当 丁文轩见状,更是气恼难休 怪不得老保和湘鹤敢背叛她,原来对手如此强悍 她是遇到硬查了 一时间,二楼杀得如火如荼 捉衣百件,悉数被卷起的钢锋,搅得粉碎 更令丁文轩惊讶的是,她并未察觉到结界的存在 可除了湘鹤的雅间和过道 他们的厮杀根本没有波及其他地方 身为仙门名手,腾勇和敏辉功夫自然不弱 虽然不明白他们的打斗为何没有对周围产生破坏 但见影响不大 只当是蓝仙都早有安排,也就不再拘束 全力失为 这一下,顿时打得丁文轩显向还生,暗叫不好 若论单打独斗,这里的每一个人丁文轩自认都可以立敌 但架不住人多呀 猛虎还干不过群狼呢 更何况对手个个都不弱 刷得又是一剑劈来 丁文轩手中零剑一挥 一道剑刃挡下了腾勇的剑势 同时脚下一转 手中利刃竟避过腾勇 直取敏辉 敏辉黑黑一声冷笑 道了一声来得正好丝毫不惧丁文轩的剑刃 手中零剑一沉 蒸蒸两声荡开丁文轩的零剑 直接劈了过来 眼看公鸡就要落在头上 丁文轩身子一缩 身形一闪 避过敏辉的公鸡 一个懒驴打滚 躲过了腾勇刺上来的剑 就想循着缝隙往外窜 别想逃 守在门边的 以蓝丝锥和蓝锦华为首的蓝氏弟子们 岂会认他得逞 灵剑早已横尘相后 剑撞其其灵剑一挥 剑芒猛增 交相批出 牢牢地封住了去路 丁文轩剑剑气袭来 盲脚下一转 回剑护在身前 急身后退 想走 迟了 腾勇冷声一哼 见丁文轩被蓝氏弟子们逼退回来 飞起一脚 正好踢在丁文轩的腹部 啊 丁文轩躲避不及 腹部被一脚踢中 痛得惨叫出声 背挤一弓 整个身体腾空而起 撞上了背后的墙壁 又砰得落下 敏辉趁势攻击 吃我一剑 对付这样的凶残敌人 根本不用讲什么道义 丁文轩努力挣扎站起 刷得又是一剑当空袭来 他刷猛猛地睁大 支起灵剑相抗 同时侧身避过 任他反应极快 到底还是晚了一步 随着吃的一声灵剑 刺破机体的声音 胳膊上被敏辉 又划出一道极深的剑痕 嗯 丁文轩闷哼 剧痛袭来 鲜血顿时鼓鼓而出 可恶 丁文轩顾不得疗伤 借着剑起攻击连连后退 带得退至窗边 手中灵剑刷刷刷 挥出一阵剑浪 逼退扑上来的敏辉等人 自己趁戏把头一抱 破窗而出 腾庸等人 本以为是蓝仙都使下道法 封闭了这间房间 丁文轩无论如何也逃不出去 故而见他 退到窗边也并不着急 却没想到竟真让他破窗而出 这一变故顿时让众人一惊 糟了 让他跑了 或者抓了人质 可就麻烦了 破窗而出的丁文轩听得耳畔风声大作 心中心中大恨 甚至想着带得逃脱升天 来日定会叫今日围攻他的这些人都不得善终 心思逗转间 忽然听得耳边传来冷淡清晰的声音 来都来了 别慌着走啊 丁文轩一惊 猛然睁大眼睛 就看到一个俊俏的少年正面对着自己含笑立在空中 心之不妙 对方这是在这儿等着他呢 见对方年纪尚小 丁文轩猜测是刚才那些人的晚辈 心中冷笑 出出茅庐的小子也敢如此嚣张 惊怒之下 他运转全身灵力 灵箭对着来人刷的就是迅猛一箭习趣 丁文轩的权力一击 本以为对方不死也难逃重伤 却不想那人竟毫无畏惧 见到箭气来袭 眸光流转 嘴角挂着一抹轻蔑的浅笑 与此同时 丁文轩感觉自己下坠的身形 被一种莫名的力量禁锢在半空 这是空间力量 丁文轩越发惊惧 又见那少年连身体都没动一下 自己攻出的剑浪 已经在他的身前烟消云散 糟了 这是个真正的高手 比刚才攻击他的那几个人厉害了不少 丁文轩立即明白自己判断错了 眼前之人非但不是什么牛犊 反而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对手 单就控制空间这实力 他就已经根本不是此人的对手 当下再不敢耍横 两手快速翻动 用剩余灵力把自己包裹起来 妄想冲破禁锢 可惜 太晚了 嘖嘖 就这点能耐 姬若宇不以为意 用手扶了扶仙尘 未染的衣摆 嘴里淡淡地道 本来我只是看看热闹 可既然先受了你一件 你也且试试我这一招 不慌不忙地说完 他左手树立成长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着丁文轩的脖梗命脉之处拍去 丁文轩被惊得遍体声寒 监狱长带着一种似有若无的灵压推来 猛的一震 竟摆脱了禁锢 左右两脚移错一点 一个扭伸 避开了姬若宇的这一掌 丁文轩来不及去细想 自己怎么会这么轻易 就脱离了对方的控制 一心想着逃命 嘴里怒吼道 我和你素不相识 你为何 害我 难道就是这小白脸 看上了香鹤 想杀了他 姬若宇不信 不信的冷亨 要你的命 关起来打有什么意思 要打 自然要放开了打才更爽 此人杀虐太重 以命偿命理所应当 可怎么死 还得看他的心情 什么 丁文轩见识不妙 捂着闷痛的胸口 扭头就想跑 姬若宇却以凌空踏起 回首出腿 一记旋风腿狠狠地扫出 竟如入无人之地一般 轻而易举地撕破了丁文轩的护身结界 静止踹到了他的腰上 在绝对的速度和力量之下 一切都是虚妄的 大人饶 命子还未出口 碰得一声闷响 丁文轩虽然把身体蜷缩起来 以挡住姬若宇的攻击 却没有对方比他修为实在高出太多 他的防御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下一个瞬间 整个人被先飞横扫而出 静止被踢向空中 啊 的惨叫声旋即响起 姬若宇一闪身 过快的速度 让人根本看不清他的动作 只在空中留下一道残影 不等丁文轩飞到最高处 姬若宇就已经再次出现在他的身前 勾唇冷笑 跑得挺快 再来 丁文轩眼睛睁得老大 他哪有跑 分明是被他给踢的 可姬若宇根本不给他出言的机会 旋即又是碰得一脚 哎呀 惨叫声再一次响起 震动的大厅顶上的尘土 速速滚落 魏无羡此时 仍站立在窗前 张平早被刚才的打斗吓得不轻 剑魏无羡不肯走 也不再多说 拉了月娥仓皇逃命去了 相遇和月娇胆小 剑魏无羡不动 离开的公子也没回来 也不敢走 只吓得抱作一团 粘在魏无羡的身后 此时剑空中那个追着丁文轩 打得风生水起的俊俏郎君 不由得都傻了眼 于公子 李宗监 飙